這是看你老師 今天非常開心老師又可以為大家帶來一集新的鞋品影片 那今天要為你們鞋品的這雙鞋呢 其實老師一走進去這個鞋店看到這雙鞋 馬上就說哇我一定要買了沒辦法 它這個顏色其實非常的接近這個Inferred 也是老師最喜歡的一個顏色 但是如果要更確切的去形容這個顏色 它其實叫做Laser Crimson 哪一雙鞋 來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Nike 啊就是滑倒 你看這個顏色的盒子老師的背後也是好幾盒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鞋標 來鞋標上面寫著Air Griffey Max 1 沒錯人柱西亞圖 沒有這個Griffey的東西真的是講不過去 那它這個Size 11 通常老師這雙鞋呢 這個款式我都會穿11號 因為它的這個鞋頭前身比較緊一點 所以呢老師就會大半號 它這雙的售價是150塊美金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鞋子 打開 老師這雙鞋在美國知名的這個球鞋店Champ買的 那這個翻開 哎呦喂啊 哇這個我真的是看到沒辦法毫無免毅力 來你看一下 這雙鞋真的要親眼看到你才有辦法去體會到老師說為什麼這雙這麼的鮮艷 好來我們先把鞋子拿出來 好今天老師要為你們鞋評的這雙鞋呢就叫做Air Griffey Max 1 也就是King Griffey Jr 的這個代言鞋 如果你對這個小葛瑞菲有了解的話 你應該知道它的這個球衣24號 不是你們的Copy OK 你不知道小葛瑞菲有沒有關係 老師等一下會跟你簡略的介紹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整雙鞋子的配色跟設計 整雙鞋的設計原則上就是採用這個Air Max Griffey 1 的這種設計 好那講到整體鞋子的配色跟這個設計 你看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鮮豔 非常適合在夏天穿 我們先看一下 它整個鞋身就是採用這個Laser Crimson 加上有沒有這個黑色 這個黑色有點像這種雞皮 可是它是摸起來應該算是Dural Buck 那也軟軟滑滑的還不錯 感覺材質還蠻好的 那再看上身一樣 整個都是採用這個Laser Crimson的這種顏色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鮮豔 那我覺得這種Laser Crimson 這種雷射橘 如果再加上這種黃色有沒有看到 很像Cheese這種黃 真的是還蠻搭的 所以老師那一天看到的時候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興奮 直接把它沖下去了 鞋頭的部分我不知道你這樣看不看清楚 不過你看這邊有一個非常大的Nike 這一種秀 秀紋 那它這個Nike的標誌呢 有沒有有沒有看到有亮亮的 其實這種是亮皮 Pattern Leather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 很酷的一個小細節 那我們看一下鞋子的內側 原則上一樣有沒有 中底給你一個黑色的這種塗漆 加上黑這種Dural Buck 還有整體的這種Laser Crimson的顏色 真的是非常帥 鞋跟老師也非常喜歡 他就給你一個這種倒Nike的勾勾 再加上黑 還有這種氣墊裡面的黃 有沒有看到 非常非常的帥 這個真的是 要親眼看到你才有辦法體會 這雙到底是多鮮 那通常這個Air Griffey Max 1 它的鞋子裡面有一種 有一個內襯有沒有 護墊 有沒有看到 這邊 跟這個Jordan 7 代很像 那老師覺得呢 Air Griffey Max 1 最屌的地方 就是在他這邊 有沒有看到 來我們打開 這邊 這種鞋身上面的這種鞋環扣 有沒有看到 真的是超帥的 如果你注意看 他這邊有一個Nike的印紋 他這個Nike直接這樣子延伸到這邊 真的是非常帥 老師非常喜歡穿這種有這種扣環的鞋子 就可以這樣大蠟的讓他在那邊 啪啪叫 這塊 再來我們看一下鞋底 鞋底一樣也是給你用這一種 雷射橘的顏色 非常非常的帥 加上起司皇 I mean man this is like really really sick 然後這邊呢 你有看到氣墊下面 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標誌 這個其實是一顆棒球 那火樹的樣子 後面這樣著火的這種棒球的設計 非常的酷 再來我們看一下鞋子裡面 鞋墊 一樣也給你一個這種Nike 起司皇的顏色 那下面有一個Air 有沒有 那這個鞋墊非常棒 他就直接給你用這種Laser Crimson的樣式 不是只有黑 所以他其實這一雙細節 非常非常的多 這雙真的是超級 超級 超級 超級好看 那像這一類的棒球訓練鞋 其實在台灣非常的少 那我是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呢這麼屌的鞋子 不只是在這個搭配衣服 搭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屌 那其實呢 這雙鞋也非常的有意義 那如果以前你有在注意棒球 然後你又剛好喜歡這個西雅圖水手隊 你們應該對這個King Griffey Jr. 小葛瑞飛 絕對不陌生 講到這一號人物呢 他是在1989年的時候 然後牽進去這個Seattle Mariners 那當時他在這個Seattle Mariner 也就是水手隊呢 效力了整整十年 從1989年到這個 1999年 那在這黃金90年代的時候呢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 而且非常具有這個影響力的運動家 那講到了小葛瑞飛 其實老師小時候加上這個出社會的時候 都有看過他打球 因為呢小葛瑞飛雖然在1999年 他去跑去別的球隊打球 不過他在這個2008年到2010年 他還是回來西雅圖 那老師呢其實在這兩個階段 不管是他黃金90年代 還有在近期這個 2010年的時候打球 我都有去看他打 那我記得他這個出場的時候 都有一個經典音樂營 就是這個什麼 好像是Noddy by Nature的Hip Hop Parade 每次他出場都會嘿嘿嘿 齁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嘻哈 那其實小葛瑞飛在他打棒球這段期間 其實也得到非常多的肯定 尤其是說他也被選入這個13次的 All-Star 這個MLB 他還有630支全雷打的這個家機 再加上呢 他也是好幾次的這個球場的MVP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當然只要是個棒球選手 都非常期待自己可以得到這個金手套獎 而且我們的小葛瑞飛 得過了10次的這個金手套獎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非常 非常具有影響力 也非常有實力的一個球員 那因為小葛瑞飛在黃金90年代的時候 效力這個西雅圖水手隊 所以當這個小葛瑞飛最後這幾年 在西雅圖打完球退休後 西雅圖也將他列入水手隊的名人堂 所以小葛瑞飛真的是不簡單 不簡單的一個人物 好啦如果要更詳細的了解 小葛瑞飛這一號人物是什麼 其實你可以上Google自己查一下 那今天這雙鞋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帥 所以老師真的等不及把它穿下去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10座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Eric Griffey MAX ONE的這個10座 這雙鞋真的我沒有辦法再跟你形容它的多頂 真的要親眼看到它的這個配色 你才有辦法去體會老師說的 這是側面 如果你有注意看的話 老師通常穿這種有鞋扣環的鞋子 我通常都不扣 直接這樣把它弄鬆鬆的 這樣真的是很帥 鞋子的正面 另外一邊的側面 真的是很兇很殺的一雙鞋子 好鞋子的後面 鞋底 那如果呢你人在美國呢 可以去鞋店看一下這雙 你真的是會像老師一樣 沒辦法動 馬上就把它吹下去 好 好這次感謝大家準時的收看老師的鞋品影片 那希望呢這一集有關這個小葛瑞菲的 Air Griffey Max 1的鞋品你們會喜歡 一樣呢去老師的這個Facebook的粉絲專頁 幫我按個讚追蹤我 在我的這個影片下面給我按個讚 甚至幫我多多補充一下老師講漏掉的這些訊息 最後呢 好鞋真的不一定要貴 像老師這雙鞋 雖然還是有點貴 可是呢 盡量找方法去 你懂找折扣啊 還是說找認識套關係啊 那也希望每一次這個屌鞋的發行 你都可以順利的拿到 好啦那今天就講到這 這次看你老師 下次見 掰掰